第一课 苹果 首先 我们要了解一下画苹果的口诀 左边一条长弯线 右边一条长弯线 画条弯线短又短 苹果梗在上面添 左边一条长弯线 右边一条长弯线 画条弯线短又短 苹果梗在上面添 小朋友 让我们再来熟悉一遍口诀吧 左边一条长弯线 右边一条长弯线 画条弯线短又短 苹果梗在上面添 接下来 让我们按照口诀画一画苹果吧 苹果梗在上面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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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准处于波这条弯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个红苹果被放在一个漂亮的花盘子里 左右两边红色的窗帘把他们的脸蛋烘托得更加鲜红 他们都不好意思了 夜晚天上的小星星路过这里亲切地和他们打招呼 嗨 晚安 大苹果害羞地回答 嗯 晚安 我是一个绿苹果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 嗯 今天会不会有人来选我呢 原来这个大苹果正在等着顾客们把他从这里带走 喵 我来做你的好朋友多陪你一会儿吧 哦 是小花猫一直躲在他的身后 欣赏完两幅作品 小朋友 由大苹果你会展开怎样的想象呢 快来画一画吧 苹果好看又好吃 它的种类有很多 小朋友 小朋友 你都知道哪些品种的苹果呢 我知道红富士 还有黄元帅 是的 苹果含有多种维生素 吃苹果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很有益处 但是苹果中的果酸能够腐蚀牙齿 所以小朋友 吃完苹果后 最好要素素口 嗯 苹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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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红富士 红富士 黄元帅 黄元帅 维生素 维生素 黄元帅 ズオ 2023ρ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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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